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是讲师宝明 我的Q是9453560 我交流群 然后后面的是我的语言学习群 有问题可以在里面探讨 然后今天是我们的高级篇的第29奖 比如说即将接近尾声的 基本上 然后当然后面肯定还有 应该打足了应该到35克左右吧 比如说后面可能上课会在周六 周五周六 因为我们还有一部分课程还没有完成 那我们首先回顾一下上节课的内容 上节课我带领大家学了一个 对手机上手机端的这个APP进行抓包 然后编写注册机 然后我们看一下上节课的一些内容 这个不是 是28克 然后我讲了一下模拟器的设置 其实也是你自己安卓手机的设置 然后和配置Finder的一个方法 然后这是地址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都 昨天的这个APP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抓包成功啊 然后配置完成 我们编写了一个百宝箱的APP做的机 是吧 今天我们切换为我们的电脑端 也就是说我们的网页端 继续研究我们后面的课程 不小心要把今天的交案给关掉了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主要要讲的内容啊 今天主要讲的内容是一个网站带变化的参数如何注册 如果寻找这个变化的参数 之前我们讲的一些网站都特别简单可以说 现在回顾起来应该你们都觉得特别简单 为什么呢 这个他向服务器中提交的这些数据啊 他都是名文 也就是说我们都是我们自己提交了一些手机号密码 顶多还有图片的嘛 还有手机的嘛 就这几个参数还有一些时间啊什么的 基本上都是我们看得懂的 那我们今天讲一个零食这个网站的一个批量注册 那这个网站我给大家带领大家看一下 这是网站的一个页面 这个网站我也不知道从哪找来的 反正我拖过来也不知道从哪找来 反正这个打开这个页面就是这样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首页 我们对他进行一个注册 注册的页面就是这样 他有手机号手机验证码是不是 这个下面是密码 好那我们和网站一样 看到这个网站没有图验证码是吧 特别简单 那我们也就是说今天晚上 我们只要接入一个手机验证码平台 我们看一下我们之前的模块 接入打码平台不是这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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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 是吧 这个是接入的接码平台 好那我们今天就用这个模板 我们就不写之前写过的这些了 就写这个 好 做完这个之后我们再来思考一下 这个有一个或许件是码的 这个是最后再来提交一个注册 也就是说会有两个重要的网站不出意外 那我们具体是不是我们对他进行一个招包 那我的IE好像有点毛病 不知道为啥 有点毛病 脑强行自动关闭 那我希望今天这些课不要出问题 我们进行招包 好那我们需要去这个平台 当然这个平台的这个我已经找出来了 这个项目 那我们还需要知道他的项目ID 保命1还是保命1的 我又搞混了 那我们就测试保命1吧 然后3 是这个 还有3块6是吧 是不是有人又用过了 应该是昨天 昨天有没有人用的 白宝箱 应该没有人用的吧 这是我们课程的时间 我每天都检查的 你们不要乱用 搜索 我们在项目中 我们也搜索出这个项目 他的项目ID是434是吧 我们 获取一个手机号 对他进行招包了 哦 有点慢 稍等 这个平台 拆好了 正在等待 他的响应啊 好 手机号出来了 好 我们复制过来 我们开始装包啊 我们点击过去验证码 他会出来一个包 那我们看一下 好 获取成功 对吧 获取成功 过来了 这是发送验证码的包 记住他 好 我们看一下 等一下短信啊 好 短信过来了 这个是手机的码 那下面一个是密码 我们用保命520 好 我们点击注册 会产生另一个包 今天我们这个内容 也比较简单啊 那我们就尽量 讲快一点啊 尽量提早检署 好 进入这个注册页边啊 其实我们 这个 那算了 待会再说 我们点注册啊 我们点一下注册 好 出现这个页面 应该是注册成功了 应该是注册成功了 注册成功了 一个随机的用户名 然后这是订单 把什么退出 这就是账号注册成功 注册成功 我们向上翻 翻到我们的包 这个发送验证码的包 那这个就是注册的包了 这个注册的包是这个 好 有了这两个包之后 我们简单的看一下 它的数据 提交的数据 好 和网站一样 一个摩拜 手机号 然后这是扣的 没有 空的 这个参数 CSRF 这个参数不知道是什么 对吧 那我们不知道是什么 我们就用固定的吧 它还有一个编码 因为最后有一个3D 3D 那 看到百分号 应该知道 3D其实 就可以去解码 变成一个东西的 好 这个东西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 它也是一个参数 后面提交了一串 一块英文 那我们再看看 我们的这个 host的提交注册的这个包 好 pass的等于210D8A 我们提交的是保命520 这pass的应该代表密码 那后面还有一个确认密码 也是210 这个 那后面的是mobile 这个参数 是手机号 那这个 这个是手机的码了 没问题 那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这节课 对于你们 有没有人 可能晕了呀 这怎么提交啊 是不是 这个还好 这个提交注册的还好 它有一个 只是一个这个210D8A 那在之前课程 我们好像讲过一个 是吧 有一个这个密码 是加密的 那这个也同样是 那210D8A 我们首先去测试一下 测试一下我们的md5吧 是吧 有人已经说出来了 这个md5 我们 这个电脑 这个 右边的这个位置换了 所以说一下子没找到 有点慢 位置都打断了 好 我们的保密520 我们看一下 取哈希值 要是说取一个md5 我们对比一下 210D8A 是不是 和我们上一节 不是上一节 前几节课 差不多 有一个210D8A 我教大家在一语言中 用一个参数 用一个命令 提交这个加密 直接提交加密的参数 对吧 那我们后期 我们看时间 让大家不用这个 这个 一语言的命令 看看他是怎么找出来 这个算法的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怎么找出来 好 那个 那我们 那后面再说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这个一模一样 那我们就去写吧 大部分都已经了解了 就比如说这个参数 我们却不知道 他是哪来的 那我们就提交固定的 我们不变他 我们去提交看一下 首先 我们把这个原代码 改一下 发送手机的码 我们去把这个地址改掉 其实后面 直接套用一个模板的话 写起来很快 直接改数据 改数据就行了 改数据 分割 这个参数 手机号 加加手机号 那这个 我们就直接 这么给他吧 好 如果发送成功了 那反过一个什么 这现在大家都应该看得懂 对吧 有一个Sachis 我们一般 看关键字 现在很快 对吧 这个应该是 代表成功了 那我们就用这个 作为关键字 好 那我们呢 需要改一下神卦的项目ID 不然我们获取不到手机号 获取不到手机号 有效 我们就复制两号字就够了 好 寻找关键字 我们 关键字叫什么 关键字 我们就用海康威视吧 海康威视 好 我们把这个 沾点一下 好 做完这些 我们就差不多吧 还一个提交注册 那我们移步 移步到位 地址 数据 OK 我们进行一个 简单的分割 这是密码 密码 我们其实如果 不想改密码的话 我们就用这个固定的 其实可以提交成功 然后提交上去 你最后注册成功的账号 密码其实就是保命520 虽然提交的这一段 其实代表的就是保命520 因为它是加密过后 得到了这个数字 那如果你要变化这个 比如说我们要用 保命521 那你提交这个 你肯定用不了 那你如果改成 保命521 那肯定也是错误的 那必须知道 怎么才能得到 它加密过后的 这一段数字 比如说我们要写一个 取数据栽样 写一个取数据栽样 到字节级 我之前应该说过 那我们把后面的也改一下 我待会儿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是手机圆着码 这个参数 那这是手机号 这个做完之后 其实这个 这个是怎么 在一语言中怎么写 就是先给它一个加加 在一语言中有两种命令 第一个是消炎MD5 然后括号 看一下 第一个参数 字节级数据 也就是说 然后到字节级 到字节级啊 不是到字节 然后到字节级 我们又来一个括号 这个到字节级的 是什么内容呢 就是我们的密码 我们密码也是文本型吧 到字节级是不是一个文本型 哦 不对 通用型 那我们就用绑命520 好 其实它最后加密过后啊 其实就是这个210 这个 就是这个 没有问题 这个其实我们 前面一个改不改都 无所谓 因为它同样会算到 210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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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不改都一样 你也可以再把这一段 再拷贝一下 还有一种写法呢 是 再加价 取数据 取数据摘 我的支持库没勾选还是什么的 我的支持库没勾选 我们从哪 取数据摘要 对吧 如果有些命令啊 我们确切的记得这个命令叫什么 但是我们打不出来 因为我这一语言是 后面重装的 所以说 那个刚才那个支持库没有勾选啊 如果你有些命令打不出来 什么的 你知道有这个命令 但打不出来 你把这边支持库勾选一下 防止输入 好 取数据摘要 我们再看一下 它同样是字节级提交数据 第一个坛数 到字节级 然后我们的密码是什么 保名520 好 还差一个过号 OK 做完这个 是不是理论上 我们就应该是成功了 就是成功了 我们在这边下个段点啊 我们看看返回给我们什么 好 我们运行的 登录成功 对吧 那我们注册数量一个 我们点击一下注册 哦 它返回了一个 Ford 也就是说是失败了 并没有SATCHI成功 为什么 一般情况下 我们是不是这时候考虑协议头 考虑协议头 不行 再考虑Cookie 对吧 那我们今天就不给大家再去走弯路了 我就直接告诉大家 错误的地方就是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啊 它是一个变化的 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 不信你去抓包 你每一次抓这个包 这个参数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参数干嘛用的 就和Cookie 或者之前我说的一个身份证一样 它是哪来的 因为这个网上做了一个验证 对这个参数进行了一个判断 就相当于它判断你是电脑 你是机器提交的 还是你手工去提交的 那我们搜索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一般是从哪来 我给大家说啊 从哪来 这个参数 寻找方法 注册原代码 返回中 好 这句话什么意思 注册原代码 注册页面 打全了 注册页面原代码 返回中 寻找即可 好 我们到一下这个注册页面啊 我们刷新一下 这个注册页面 然后我们在这个注册页面啊 我们去查看 记得吧 之前我们教大家查看原代码了 我们看一下它的原代码 好 查看原代码之后 我们看一下这个参数的名字 叫CSRF 那我们就搜索这个CSRF 看能不能搜到个什么 我们CentureF搜索 哎 没谈得出来 我们又记吧 又记查找 呃 这个我的错啊 好像又乱记又炸了 那这不重要了 我们换 换A1吧 这时候出这个毛病 我们退出一下 刚才抓包注册成功的账号 我们再回到这个注册页面 好 我们查看一下原代码 我们搜索 一个参数的名字啊 前面不是还有个杠吗 我们不要打拳了 防止搜索不到 那我们现在 CentureCSRF就有了 我搜索啊 好 出来一个下一个下一个 好 这时候停 这时候停 它有一个什么name等于这个 然后后面有一串这个文字 英文文字 后面又给了我们一串这个 相当于 怎么说呢 负的值 是吧 那这个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一个变量 然后这个将值 这段值付给这个 CSRF这个内容啊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是什么 什么意思 为什么是不是和我们刚才这个长得有点相似啊 是不是长得有点相似 我们看一下 我们拉过来 提交的格式是不是有点相似 VUM什么444 只是最后有个3D 有个3D 那这个没有 那这个前面的是不是很相似 那我们刷新一下 这个是刚才的 在这个上面我们就可以直接来寻找了 那我们再刷新一下 我们再查看一个原代码 在这我们又变了 是吧 ZVJ 又变了一个内容 那最后这两个横杆啊 其实我们通过这个 哎 怎么打开了这么多页面 我们通过这个 转码 我们对它一个URL加密 是不是这时候就看到一个百分之3D啊 百分之3D 百分号加一个3D 我们看一眼中是不是 是了吧 等一下 哎呀 我复制的这个里面为什么会有个小点啊 说复制错了 我们不管了 我们加密 是不是 是不是现在一模一样了 和这个一元中的这个是不是一模一样了 参数的数据长度也差不多 好 确切地告诉大家 这个变化的参数就是在这边寻找的 它每刷新一次这个注册页面 它的原代码中的这个参数就会变化 这是变量名 这个是给它负的值 也就是说这个提交的这个发送验证码中的这个变化的参数啊 这个变化的参数就是验证的 是这个网页中的这一段内容啊 为什么要判断 其实就是判断你你手动吧 你是不是手动注册的时候 你会访问这个页面 你访问这个页面 然后你获取验证码 然后他会向服务器提交对吧 顺便提交一个当前页面的一个参数啊 你手动是这样 那你要是机器注册你是不是都不需要访问这个页面 你是直接获取验证码 像服务器提交 获取验证码的时候 喝点水啊 你是不是就不用访问这个页面 你就能获取成功先生吧 之前我们说过的 那我们其实要做一个 那怎么来获取这个 这个这个变量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就仿造手工注册 为什么仿造手工注册呢 因为我们需要获得这个变量嘛 获得这个变量 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访问的这个地址啊 注册的地址是什么 是这一段内容 那我们以前说过 我们访问这段内容会获得一个原代码 那我们用文本取中间 是不是可以取出这个变量的变量的这个值啊 是不是可以取出这一段 那我们开始实现它 查看元素 一般都是这种 做多了你就知道了 你以后 其实你看每一个提交的这些数据啊 如果有这种 其实就是网页原代码中反馈的 那像这种啊 这个password的 你这种看长度 你就应该要知道 这是一个MD无加密 好 那我们 以后会经常遇到这种 呃 原代码中获取这个变量的啊 因为大部分网站不傻 对吧 它不可能让你那么轻松的实现 那个注册机 那网站还注册炸掉呢 对吧 那么多无效的账号要来有何用 它就是会干扰你 你们注册 那其实对我们无效了 好 那我们通过一语言 我们来实现了 首先我们需要访问一下我们的注册页面 注册页面的地址 就是这个 那访问的方式是什么 方法我们是get啊 我们get访问即可 好 这是提交的数据 那这个就是提交的cookie 那这是返回cookie 没问题 好 那下面这一个其实就必须要改了 为什么 这个我们现在是提交的 是返回的cookie吧 那错了 那这时候我们要给它提交cookie 提交上一层 访问这个原代码的cookie啊 因为它其实就是记录的一步一步的往下来 我们先访问这个网站 我们在当前页面获得的身份证 那就需要提交我们这个啊 获取认证码啊 比如说上一层的这个身份证 你才能通过 好 这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个事 新建一个变量 那我们名字就叫它变量 叫文本型 哎 今天这个 好 那我们现在 要取出 要取出这一段内容啊 要取出这段内容 我们是不是要文本取中 那我们把这个前文本给它复制一下 到这个 啊 这个常量里面 我们新建两个常量 复制进去 后文本我们也复制一下 名字我们稍微改一下啊 嗯 就是那个 那个变化的参数的那个 名字 那这样方便 那个待会儿我们啊 如果以后啊 会遇到那种变化参数很多的 防止分不清 好 那我们就开始写 变量 来于文本 哎 今天这个 这个 换了个系统用的很不爽 文本 取出中间文本 然后前文本是文本 反馈给我们的文本 然后后文本是 仅 仅 前 是吧 前 后文本是 仅 这个 后 条 是 输出 我们的 变量 好 这个变量 这时候我们不知道会反为什么 那我们去测试一下 测试一下 看能不能取出一个变量 是不是取出一个变量了 这个变量哪来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一段给我们的反馈那种啊 这个文本反馈的什么 好 这个反馈的就是我们注册页面啊 有没有发现也有这个值 有这个值吧 这个值 YO什么什么什么 好 下面就是我们的注册页面了 有没有个人中心 什么跳转 什么电脑板 我们取出了 取出了这个格式不一样啊 这个格式是这 这种形式 比如说这个变量还有问题是吧 还有问题 好 那我们 在这边提交的时候啊 我们就 这边提交了 要提交 那我们加一个参数 这个就是我们的变量了 能理解吧 加上我们的变量 但是变量 我们提交的格式是这样 那肯定有问题啊 它是编码过后的 那我们就需要对这个变量进行一个编码 然后 编码这个编量 编码我们是 普通编码 对吧 URL加密就行了 当然UTF8应该也行吧 UTF8一样的 你可以在后面加个多少多少帧 也一样的 交不交都一样 好 这样做之后 我们能不能成功 我们 看一下 我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我们点一下 好 这时候给了我们一个SACHI 是不是成功了 也就是说发送验证码成功了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变量的值 是不是 对就加上这个变化的值啊 C2 因为这个变量每次都变化 所以说你每次看到的值都不会一样 好 现在我们继续 应该一下子就到最后一步了 因为这么久 应该取出验证码了 好 取出完验证码 123456 那位数字件什么 好 Code又来一个SACHI 那我们看看我们刚才抓拨 给我们的返回是什么 好 也是SACHI 然后后面加加加一段长的文本 这个账号到底是不是做得成功了 这个账号是不是到底做得成功了 那我们只有去登录来验证了啊 取出这样啊 其实这个两个得到的答案一样 所以说我们两种写法不一样没事啊 但你千万这个密码你不再乱想 以后大家不要按照我这种格式提交 尽量用一个取数据摘要 后面一个 如果有一个啊 那个第二个一样的话 那也要用数据摘要 不要像我这样提 防止输错是防防止 登录用户名是这个手机号 哎 手机号没复制过来 再来一遍 好的 密码保密520 登录能不能成功 哦成功了 有这个手机号 有这个手机号 啊 也就是说今天这个海康威视 也就是说是一个饮食 我们就注册成功了 就是差不多这个注册机 就是这么来的 我们把这个名字改一下 饮食 实现解码 尽量注册 好 那个也就是说 以后啊 遇到大家遇到一个 一些网站啊 可能提交的数据比较奇葩 就就如这种 他有电话的参数啊 那我们就需要先访问一下这个网站注册页面的原代码 你就明确的告诉大家 一般在这个里面寻找 搜索这个参数 那以后大家多多少少会碰到 啊 会搜索 一般都是在这个 在这个里面啊 原代码里面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360急速搜索出来啊 一般都是像这种啊 然后等于这个 你一眼就能看到的啊 你搜索这个 就可以了啊 其实这个 有时看原代码还能获得一些啊 不知道的信息 那个以后再慢慢说吧 比如说今天就用这个网站演示一个变化的参数啊 如果我今天不讲这节课 我让你写一个很简单 这个网站 就只带这个手机那嘛 看你之前学的应该很简单 对不对 那我给你写 你是不是就写不出来了 要是没有今天这节课 没有这节课 你们是不是写不出来 对于你们 那我们今天讲完这节课 效果就出来了 对于变化的啊 带变化的这个参数 我们就提交也没有问题了 以后大家也就会了 那后面还有其他类型的 我们再慢慢说 明时云 接入打码 打码 大码是什么 打码 接入 接码 哎呀 从章搜狗了 一点都不好 等我呢 那批量注册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一条码应该是两毛鞋对吧 大家会都自己玩玩 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其实肯定会注册成功的 有关情况下 都不会再出现其他问题 今天这节课的课程 圆满 我给大家打爆 好 也就是说 今天是 我 20 到 今天20号 明天开学 也就是说 明天是不能讲课的 下一节课 什么时间 等通知啊 我先说到这儿 然后保存一下 今天晚上的视频 待会儿有问题 我们在视频外再说啊 各位学员再见